今次做薑葱鱿鱼 材料是一条鱿鱿鱼 洗净 在表面切十字 煎之前添干水 有几片姜 葱白 葱花 汁 汁 汁 1匙生抽 1匙蚝油 少许盐 少许糖 少许酒 一碗水 稍后煎鱿鱼 放些少许粉上去 避免黏底 放些少许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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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煎 今次用平底锅尾锅尾锅 一定要烧热锅 冷锅下油或热锅下油 都无所谓 最重要锅够热 你见到有些白烟 即是够热 现在我们放鱼去煎 放了鱼之后 不要动它 先用它煎一下 现在我们先看看鱼的反鱼 只要锅够热 不要动它 就会不消 现在再煎另一边 现在两边都煎香了 现在两边都煎香了 我们将我们的姜片和葱白 放进去 如果你们煎鱼不熟 就可以盖一盖盖 煎焗一下它 现在加了些姜和葱 爆香了之后 现在可以下来的汁 现在就大火少少了 煎干它 然后把汁淋在鱼上 煎到差不多干 就完成了 现在在鱼很烤 煎鱼 现在还滑 如你现在煎鱼 倒入鱼香 現在就可以上碟了 我這個薑蔥蒼魚就完成了